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大家晚上好 今天就有个新机位 研究了很久 因为小弟的厨房实在太窄了 所以要研究一下才能摆到相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些什么菜式呢 就是一个其实我不敢说 应该是客家菜 还是南潘顺菜我不会说 就是小芋头炖猪腩片 为什么有这个菜式呢 因为我发现最近周围都有小芋头 于是乎我买了大概一斤的小芋头 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冰了很久 小芋头可以放很久 你放在冰箱放很久都可以 这个小芋头呢 因为我之前就不是太舒服 买了回来直接 整个礼拜都没做过 放在冰箱可以放很久 OK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在做那个小芋头之前 大家就有个想法 就是有个疑问 如何用它剥皮 我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 我们就放在冰箱里 把这些小芋头 把这些小芋头扔完 这个可以看到 同时看到我煮东西的炉头 也可以看到我切东西 应该是不错的 不用洗的了 就这样煮熟 就快要中秋了 所以这个小芋头 就特别多的 这个菜很惹味 就很送得饭 我首先就放在小芋头 放到它浸过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教时间 这边就可以是 给它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 这边任由它煮熟 那就不管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记忆呢 其实中秋就 基本上是吃三样东西 有这个小芋头 还有第四样东西 林茨 这个茨 茨 我女儿最近都买了 茨 茨是一个非常营养 非常好的 一个什么来的 就是 一个水果 也是季节性的 是中秋前后 这个小芋头 炆芋头 放一点蒜苗 就会香很多的 这个猪腩肉 我也是买的 就是买这个 是急冬的 我也是那句 巴西的急冬猪腩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吃家说的 我家吃家说的 那么多种急冬的猪腩肉 来说呢 就除了俄罗斯 最近有很多俄罗斯的猪腩 过来 俄罗斯那些不好吃 但是呢 最便宜的是俄罗斯 梅花间竹的 那我家的吃家 就认为 这个呢 是那个 猪的味道 是最好的 甚至比 那些所谓的 西班牙的 栗子 黑毛猪 就是栗子 拿栗子来餵的 还要更加重的猪肉味 那也都 比 部分的 新鲜的 内地供应的猪肉 呢 一点都不差 那所以 我是强烈 建议大家 是用这种 这样的猪腩片 好了 那里 就是 那里就是 那里就是 这个是 猪头仔 跟着之后 现在呢 我就开始处理其他材料 那我经常都说的 就 我们家厨 经常要做 一个好的 时间管理 那我们就可以大幅 有效地缩短 这个是制作的时间 那大家见到呢 我的蒜苗呢 我就是 撕了表面那一层 那还有呢 蒜苗呢 基本上呢 我是 切了一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现在呢 不是吃蒜苗最佳的季节 最佳的吃蒜苗的季节呢 就是 冬至之后 直至到 农历年 农历年 那段时间 那一个 两个月呢 就最 吃蒜 蒜苗呢 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其他的大部分的时间呢 我们呢 那个蒜苗呢 基本上是 几乎要切了一半 去啊 因为那里呢 起渣不好吃 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这个蒜苗呢 就大概 切它呢 就 就 半寸多长 斜切啦 那 就当它是一个 呃 蔥的去用 在炆芋头来说 那炆芋头呢 那炆芋头呢 有两样东西呢 放下去呢 就是会令到呢 是那个食味会增加的 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糖芹 今天我就没有加糖芹了 因为我见到很多的 就是那个糊头仔的份量比较多 那 那 第二个呢 就是放这个蒜苗 OK 好了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进一步处理啊 那 那 大家看到的 啊 这个是 猪腩肉啊 那 二十八元一磅 那 那 通常呢 我就两个仔呢 斤凌重啦 OK 那普通呢 我们早上买回来 就这样放在这里呢 室温解冻就可以了 不过要切的一样东西 你解冻之后 就要立刻用啊 就不好呢 就是说 解冻之后呢 就不用 跟着就放回冰箱 又急冻 然后再 再 再是 解冻它来用 这样呢 就会 有所谓的雪气啊 那如果是一般来说呢 你直接解冻 立刻用的话呢 就 就不会有雪气的问题的 OK 那 那 想炆这个糊头仔呢 就是 猪腩炆糊头仔 好吃的话呢 那 那 我们呢 就不要呢 就是什么呢 那我现在这个可以了 那我熄了火它了 那 那 我相信 上了年纪的观众呢 应该都知道呢 基本上呢 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 煮熟的糊头仔 大概煮它十分钟左右 那 就淋了 那 那现在呢 我只是为了要剥它皮啊 那所以呢 我就 就这样煮它五分钟 那 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想它那个 就是 猪腩片 好吃 猪腩炆得好吃 那 那我们呢 就不要切大块 那 这个就是另一种的处理方式 那 大家都见过了 那很多人呢 红烧的话呢 就是 用这个 是 这个 这个 切成这个 丁方的形状 那 其实呢 就处理这个猪腩片 有很多种方法的 OK 那 今天呢 我 做这个猪腩片 为什么用得这么多呢 其一呢 就是因为 我家的食家呢 就很喜欢吃我做的猪腩片的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想 顺便炸猪油 咦 这样都可以 可以炸猪油 当然是可以啦 那 大家等一下呢 就看一下我怎么做了 那 那 我们切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切的时候 大概 就 半cm 左右的厚度 不要太薄 也都不能太厚 那 那 我们处理 同时间呢 这些猪腩片 就不可以就这样炒的 我们呢 大家 见过很多次啦 就是要 就是 和它走一走油 煎一煎它 逼一逼它那些 就是那些肥油出来 那 就可以令到呢 大家看一下 好多 就是它部分呢 就是很多肥油的 那 我们呢 逼一逼它的肥油出来 那 就顺手呢 就可以炸猪油了 这样 然后再炆开它呢 哇 那些猪腩片 真是 好吃到不得了 跟着之后呢 那 记住 一切猪腩片呢 猪肉 猪皮呢 就向我们 自己向这边 那 猪肉呢 就向这边 那样切呢 那些猪腩片呢 就会切得很漂亮的 就不会说 大家见到 我切得很齐口的 啊 猪皮向自己呢 就可以这样 但如果猪皮向外面的话呢 大家就会切得很噁心啦 而且切得很不顺手啊 那 那 最好呢 如果你说大家 喂 我怕着 我这里 没有你那麽 那麽好刀法 我切 切呢 切猪腩片呢 就切到鸡手鸭脚啊 咦 不要紧要 那麽呢 就将它 大家要看着呢 就是 不要完全解冻 就将它呢 大概呢 解冻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走去切 那麽呢 我们就可以把猪腩片呢 就切得呢 就非常漂亮啊 又不用怕它走来走去啊 切到古灵精怪 癌癌癌癌癌 那麽 那麽 那麽大家见到呢 我切軟的部分呢 我就会是 即是会是 即是会是 来回拉刀啦 那麽 跟着之后 我们呢 一切完这些肉呢 它通常呢 那些油啊 肉舌啊 就会黏在砧板的表面的 跟着之后 我们下少少 轻轻的而已 不用多啊 一滴仔这样 的洗热精呢 再拿个八截布呢 就散一散它 那麽就很干净的了 那麽就很卫生的 那麽可以保持那个卫生 又不用整天说 要换砧板啊 諸如此类啊 那麽 那麽 我都要洗一洗它 拿些洗血精 好了 那麽 这个时候呢 我就将这个 这个是小芋头呢 就倒过来啊 那麽 那麽我稍微呢 就和它过一过冷河 就是等它 有个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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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跟我做过南乳炆腩仔 是不是很香呢 是不是跟酒楼一模一样的味道 甚至比部份的餐厅还要好吃呢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 就功多艺术啊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是 炆得漂亮啊 那麻烦大家呢 就可以去看我以前旧的片 那这些 蚊猪手啊 花生蚊猪手啊 这些 基本东西啦 那 那 还有就是 连柳蚊腩仔啊 这些也是基本东西啦 那大家呢 就可以去回这些旧片 那还有呢 这两条片呢 都有是字幕版本的 那去回呢 就是这个多个语言系列啊 一个专辑啊 那不够啊 那我再拿些蒜头先 那大家看到呢 我们家厨就是这样的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不是纯粹的一个 啊 这个是 entertainment啊 就是一个电视的节目啊 我啊 只不过呢 是 想给大家看一下 喂 一个真正的实战的家厨的环境 到底我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整天都有些东西 就是整去 就是煮的啊 啊 因为我不是纯粹的电视节目的啊 啊 那啊 那啊 这个那么大粒的干葱头呢 我就用一粒就够了了 那啊 那啊 基本上的尿头啊 那带一点点姜皮呢 都不要紧要的 OK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哇 这个 芋头又可以了啊 那啊 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直接呢 啊 就这样撕它 那就OK了 那因为呢 啊 这些芋头 放得太久呢 那这些 起水啊 这些不漂亮啊 那啊 是不是炆一炆它之后呢 就容易一些 还有呢 芋头大家知不知道会手痕的啊 啊 啊 那呢 如果我这样呢 稍微呢 用热水呢 煮一煮它的话呢 那反而呢 就是 第一啦 就可以剥皮就容易一些啦 第二呢 就不会手痕啦 那我现在呢 呃 就是不是说 吃啦 那所以呢 其实我有 有些 出毛肖的啊 啊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啊 啊 我看一下这些 啊 啊 那我拿个牙刷擦擦擦它啦 跟着之后呢 就拿个指甲呢 不停地剥它啦 啊 那这个呢 就需要时间的 那我就不阻止大家时间了 那啊 基本上啦 就是 尿头啦 姜片啦 啊 蒜头啦 红葱头啦 跟着之后就是 这个 蒜苗啦 跟着之后就是 这个 腩片啦 啊 这个糊头啦 跟着就 我们就用这个 南乳去起锅啦 那就OK的啦 那这儿呢 啊 前期呢 就差不多啦 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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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芋头那些就 大家懂得剁了吧 那就不妨礙大家啦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煮东西了 OK 哎 不好意思啊 做 不记得了 那啊 这些糊头仔如果用手指甲剁的话 就很难剁 是吧 那呢 我们呢 就用一个大匙的 这个是 水果刀啊 那啊 那样刮它呢 那就OK的了 啊 那啊 那啊 那呢 就快手好多啊 那啊 那我一下呢 就不想起 和大家介绍 这个方法 那啊 那好像刮姜那样 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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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我都说啦 那我这样 就是煮一煮 那些 那些糊头呢 它就可以是 不會行手啊 那啊 那有些 家庭主腹 有些所谓的主腹手呢 那便比较敏感呢 那这个呢 啊 做这个糊头仔呢 就可以这样煮一煮 就可以有效 防止这个是 痕氧啊 OK 好啦 那就不错大家了 主要补回这个而已 下次再见 好啦 那大家 那整完完那些 什么了 整完那些糊头了 那我现在呢 就开机啊 不是不是 是 开机 开火啊 啊 那便先烧锅 那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做完之后呢 这个糊头仔呢 就要切的 就要切一半啊 那大家看到 虽然我鲜头呢 就煮了五分钟 只是表面的而已 啊 啊 芯呢 还没熟的 那所以呢 主要鲜头呢 就是方便啊 刮皮啊 好啦 那这个 这个糊头仔呢 有些特色啊 那是 是 比较是 黏黏糯糯糯 就很好吃的 啊 就有少少细 啊 那这个也是呢 中秋节的 應節的特色的 食品啊 好啦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 这个 锅就烧到见烟了 哦 跟着然后我们就 开始放油了 那我说过了 我就顺便 做完猪油啊 那所以呢 我下的油就 比较多一点 OK 那我就用这个 生 生炸的形式 那这个 这个 猪肉呢 因爲我停了好久了 那所以呢 呃 应该理论上 它都应该是 呃 干了身 但是 我们保 为了呢 要保证啊 它那个 就是 猪肉呢 就不要一滴水都没有啊 所以呢 我们要炒回它的芯呢 就要是 稍微呢 就要 稍微呢 就要索一索水啊 那都还有少少少湿的 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因爲这样呢 就可以令到它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呢 啊 就是 下油的时候呢 就会 弹起那些油啊 好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是 那些油呢 因爲那么多油呢 我们就不用 达到那个温度的 我们只要 有少少温度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落这个 猪肉 下去啊 这个五花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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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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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呢 呢 然後蓋鑊蓋 鑊蓋會漏少許辣 這個時候我們就1、2、3、4、5 給它5分鐘的時間慢火 慢慢逼它的油出來 5分鐘之後 記住是慢火 不用理它了 只要調了慢火之後 5分鐘之後我們就看看結果 五分鐘鐘響了 我們先看看它怎樣 這個時候大家會見到 它依然是不可以的 大家看到它很白色 因為它還有很多水分 這個時候我們就開慢火了 開大火 慢慢去繼續逼它的油出來 我們一定要逼它的油出來 這樣那些豬肉才會夠香 還有是肥而不利的 吃下去就不會一口油 但就很有肉香 OK 大家看到我很多時候做的 都是盡量利用多餘的時間 以及多餘的物資 以及多餘的步驟 去令到製作出一些額外的美味出來 或者一些額外的物資 譬如說 大家猜不猜到這樣製作豬油 是不是 我們不一定要 製作豬油 我們不一定要買 特地去買一副豬網油回來 一副豬油回來的 一副豬油回來的 肥豬肉回來的 我們只需要 知道有哪個步驟 可以多出來 會有多油的話 我們就可以製作豬油出來 當然這個豬油 就不是最好的豬油 最完美的豬油 但是 都是有豬油 OK 大家看到 現在就開始 它越來越滾 為什麼我要這樣才用慢火 5分鐘去煮那些 用油去煮那些豬腩片呢 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 第一 多出的時間出來 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第二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 大家很怕被油彈到 是不是 如果我們一直大火炸的 那些油彈到周圍都是 但是大家看到 這個鏡頭到現在 有沒有彈油出來 沒有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用5分鐘 逼了那些水分出來 大家這個時候 要留意 這些油 原本由白色 慢慢會變成透明 然後 留意 那些豬腩片 慢慢會有 凍凍的感覺 這次我們炸 這個豬腩片 就成功了 所以說呢 其實烹飪呢 是啊 作死啊 哦 突然間關火了 所以說呢 烹飪呢 其實就要靠我們 很多時候靈活變通 就可以節省很多步驟 還有在既定的步驟製造一些 額外的物資出來 那我現在呢 這樣去製造豬油呢 製造豬油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那大家 留意一下那些油啊 那我現在呢 一刀不剪 直落 給大家看 大家就可以看到 怎樣去製造豬油 才會為之 perfect 怎樣才製造這個豬油呢 叫做成功啊 那 留意一下那些油的顏色啊 那現在呢 就慢慢沒有那麼軸了 那由白色呢 就變成呢 就變成呢 有少少少透明啊 那由頭到尾 現在呢 那些那些豬豬 那些豬腩片呢 都沒有什麼黏鑊的啊 那還有呢 那在我們翻動的過程當中呢 就會發現呢 開始有部分的豬腩片呢 就有少少的 金香啊 有少少的孔孔的啊 那些油呢 就開始清澈了 大家有沒有發覺啊 那就可以跟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揭開鑊蓋的時候啊 那些油的顏色比較啊 那現在呢 那些豬腩呢 瘦的部分呢 就開始孔孔的了 那就記住啊 這樣做的豬腩片呢 我們只是 走油 當它是走油的啊 就不要弄到它 焦到呢 乾了水啊 一乾水呢 就不好吃的了 待會兒炆出來就不軟了 就不是那回事的了 就會柴皮的了 OK 那就開始了 差不多的了 我尿了兩尿 我就要那些 就是那些 豬腩片呢 我就要拿起的了 為什麼我每次都用這麼多豬腩片呢 因為我的兒女很喜歡吃 我做的豬腩片的 那麼 豬腩片有很多種方法 那我就拿起了 因為呢 我再炸呢 它就開始乾水啊 那呢 就會燜出來的豬腩呢 豬腩片呢 就會是 即是不夠鬆化 不夠軟螺 那另一個就是 相反的效果就是 會柴皮啦 那現在呢 那些豬油呢 都還不夠清澈的 所以我繼續加 繼續加溫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些 走完油的豬腩片是什麼 大概有8%至10% 就是它是 有一點點凍凍的 但是呢 大部分都沒有凍到的 OK 但是大家很明顯見到 它是乾身的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繼續去 高溫呢 就去煮那些油啊 那大家看到呢 它現在是不是 開始比較清澈了 是啊 那大家會看到有些泡 就等那些泡呢 就越來越少啊 那油面呢就越來越清澈了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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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就不要等了 關火了 接著 室溫 降溫 等它慢慢呢 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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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開始入油壺 OK 那這裏不用看了 下一步集我正式真的炆東西了 OK 待會見 好了 大家 那我現在呢 就 倒回所有的油 然後呢 洗乾淨一隻鑊 那我現在就開始 開火燒鑊 都是那句說話啊 要背有缺 大火燒鑊 建煙落油啊 再建煙 然後下料炒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不易發門 想炒到它有鑊氣有好味啊 那大家看到 我這次呢 就下南乳啊 那現在呢 我燒鑊啦 繼續燒鑊 跟著就 等它建煙啊 那不建煙就不要下油啊 如果 未建煙下油呢 是會黏鑊底的 要建煙下油 再建煙 就不會黏鑊底的 那這個是有科學根據的 我要找回 人家有一條片 我不記得了哪裏 那我就希望 給大家看一下 科學原理是怎樣 好 那就建煙了 跟著 下油啦 下一點啦 那因為我比較多啊 份量 所以油大家看到我每次下很多 是因為我份量 Double 或者Triple 兩倍三倍 那現在 又建煙了 跟著之後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下料頭 下什麼呢 當然要下薑片先啦 為什麼啊 因為薑片 受熱啊 先爆香的薑片 等那些薑片 就出味先 好了 跟著之後 薑片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關小小小火啊 不要太大火啊 跟著就 下蒜頭 這個時候 都還沒下蔥啊 那就爆到那些蒜頭呢 有這個 這個 這個苦皮了 跟著 然後最後 我們呢 就下蔥下去 爆香它 不要太大火啊 不要太大火啊 關小小火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下 這個 是南乳啦 那 南乳啦 炆一次呢 大概啦 可以的話 就下半磚啦 想重味一點點 就下 一磚啦 OK 然後下些南乳汁 下去 嘩 好鬼香啊 喏 這個時候 不要那麼多手 就下料 下料 下去炒喔 先 炒了些醬先 炒香些醬先啊 我之所以 落那些醬 下去呢 就等到有少少水啊 喏 那怎樣為之炒好些醬呢 那最近有個觀眾 在 我不記得 好像車仔面那裡問我 怎樣為之炒好些醬 就炒到它呢 由液體狀 炒到它變成呢 爛泥狀 爛泥狀呢 就變成這個是 乾泥狀 那它就會黏住那些 尿頭的 那些薑蒜的 這樣呢 就為之炒得好 喏 這個呢 就很多家廚呢 就從來都不會去做的 所以呢 他們 不是說不好吃 但是總是差點香味 差點什麼呢 就是這些香味咯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差不多了 那炒到它呢 開始呢 一粒粒 一九九了 黏住那些薑片 好快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回大火 這樣啊 這個 順手 抹一抹爐頭 這個好習慣啦 如果不是呢 待會煮完呢 就有好排你 有好排你 就是 洗啊 跟著呢 就拿些豬肉下去炒 這個時候才拿豬肉下去炒 好啊 好 好 跟著之後我們下水啊 大概呢 就下 嗯 嗯 看看先 十五分鐘 哦 十五分鐘要落四百克水啊 四至五百克水 左右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想它的豬肉呢 就燜得漂亮啊 然後呢 就下少少這個 下少少這個蒜 不是蒜 是下少少這個冰糖啊 那冰糖的份量呢 就按照 啊 即是它那個 我們要煮的份量啦 那大概啦 這個兩顆方糖倒的份量啦 這個兩顆方糖倒的份量啦 因為這裏有成一斤幾啊 跟著等下呢 還有那個 芋頭啊 OK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下蠔油啦 這個時候 因為份量多 所以呢 就下兩茶匙啦 跟著之後呢 這個是鹽呢 就下大概 三分二茶匙 鹽不要下那麼多啊 那糖不用下呢 要下個冰糖啦 跟著之後 少少的雞粉 跟著之後 有 有人問我啦 經常有人問我 給我來用什麼 這個時候 我就下這個 色力腸啊 下幾滴就夠了 幾滴 那就會很香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下老抽啦 上色的老抽啊 那大概 一茶匙 跟著之後呢 就下這個生抽呢 兩茶匙 OK 搞定 是調味道的 待會兒 煮開它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呢 這個豬腩片呢 我們就先煮這個是 五分鐘先 現在滾了 然後給它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我們來看看結果 五分鐘過了 好了 好香啊 五分鐘過了 跟著之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呢 就是把這個 糊頭仔 全部放下去 這個時候呢 不夠水 當然啦 所以呢 我就要 繼續加水啊 再加多它 啊 就是 300ml 左右 這樣呢 這個時候呢 就加回水啊 一定要加夠水的 因為這個時候呢 我要炆呢 就會割時間 比較長些啊 哇 幸好我買多了 糊頭仔回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呢 不夠吃啊 這個時候呢 繼續呢 就蓋上蓋啊 什麼都不用管 那麼 就留一點 小小的這個 鍋邊 就等它休息啊 不要蓋到最緊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關小火 輕輕的關小火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有個鍋罩在這裡呢 即是有個爐罩在這裡呢 就熱很多的 如果不關小火的話呢 就很容易煲乾水啊 還有很浪費 這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即是 中大火啦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將它時間呢 加到十分鐘 不要看我先頭 用了五分鐘的時間呢 就 即是煮那些 糊頭仔啊 那其實就 大家都見到呢 不熟的 還沒熟的 那所以現在呢 我用回十分鐘的時間呢 它才會軟的 OK 那就可以了 那麼 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看看結果了 OK 好了 那十分鐘響了 那我們先看看 這個時候呢 那些水呢 就差不多了 我們再炒一炒它 炒均勻它 那呢 你說老人家呢 經常都是忘記了東西啊 那我先頭其實就落漏了一樣東西 什麼呢 下酒啊 那這個時候下呢 就要炒乾它 啊 那記住啊 先頭下 下材料的時候呢 下料的時候呢 我們要下這個 是什麼呢 下這個 這個酒啊 這樣呢 它就會更加香的 啊 那這些這樣的 糊頭仔呢 就只有是 中秋節附近啊 才會有得吃的 那這個時候呢 那如果呢 想多些醬汁送飯的話呢 那麼呢 嗯 現在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想是 少些醬汁的話 更加野味一點 更加鹹一點的話呢 那再炒一炒它 那這些糊頭仔 大家看到我炒了炒了 炒多了十分鐘呢 其實它都是剛剛好的 大概呢 如果是要 原舊糊頭仔的話呢 大概是要炒十二至 即是煮它 十二至到十五分鐘左右 那它呢 才可以完全淋透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 蒜苗啦 就放進去 稍微炒幾炒啊 那大家看到了 它開始淋呢 我大力一點呢 它都已經是 會是散了 那些糊頭仔就開始散了 好 搞定 吃碗麵 那接著呢 我們就 過來這邊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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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醬汁 滴了下去 那就不怕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 這個是 時令菜 那 只有是 農曆八月 前後呢 就才有得吃的 那這個是 糊頭仔 那大家看到呢 我呢 就這個是 豬腩片 這一次呢 厚切 切片 厚切 大概呢 就 接近是半cm 半cm 即5mm 那 這個就是 我經常說的 你有不同的菜式呢 你需要做不同的效果呢 你就要是 有不同的材切 OK 那這個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好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放些 蔥花上去 點綴一下 那 放不放都可以的 那 放了些 蒜片下去 就可以了 即是放了些 蒜條 那些蒜苗下去 就可以了 那 現在就總結一下 那 其實這個菜式呢 就不難做的 最麻煩呢 就是你怎樣 跟那些糊頭仔 剝皮啊 那 先頭我都給大家看 那 我是用這個 是 生果刀 帶刺的生果刀 又不會切傷自己 那 可以刮它 那就很快 OK 那為了要方便刮皮 那所以呢 我就先是用水煮了它 五分鐘 那 那個刮皮呢 就會效果就好些 還有呢 就會快些 OK 可以不可以 好了 跟著之後呢 其實呢 這個是 芋頭啊 那 本身呢 就用南乳蚊 就非常之是好吃的 那 如果是 芋頭仔的話 就更加自然 芋頭仔 它有個特色的 它呢 除了是黏黏 除了是很香 之外呢 它有個特性呢 就是很黏的 就是好像有些黏液 在表面啊 那 但是呢 這個也是它的特色來的 就很好吃的 那 這個呢 就是中秋節 我們的四寶 四寶是什麼 啊 芋頭仔 靈角 楊土 這個臨廁 這個 這個四樣東西啊 這四樣東西呢 就是中秋節必備的 那這個芋頭仔 也都是我們廣東的一個 即是 怎麼說呢 特產啊 那也是中秋節前後呢 才會有的 另一個季節 我記得好像是 清明之後呢 都會有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啊 那大家如果見到有芋頭仔的話 就可以用我現在這個方法 那首先呢 芋頭呢 本身呢 除了它是香辣之外呢 它那種味呢 就很淡口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用濃味啊 去 即是 提出它的味道 通常都會用南乳去製作 南乳也未夠,我們要提出肉香 我們怎樣逼肉香出來呢? 這是生炒、生煎 這是豬腩片,大概切半厘米 同時,我這道菜除了可以吃之外 我還可以製作豬油 我這道菜除了,我這道菜除了 我這道菜除了,我這道菜除了 這道菜除了,我這道菜除了 這道菜除了,十天八天都可以用到 可以嗎?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會看到,有很多家庭主婦 家廚 通常的做法都是放材料和南乳 放材料和醬汁一起炒 其實這道菜我沒有說它做錯 不過,這樣是不夠香的 如果大家曾經跟過我做過 南乳炆豬手,連牛炆腩仔 這些炆菜,大家都會知道 我這個做法是... 是否不能輸? 我這個做法 必須要先炒醬 炒到醬 怎樣為之炒好呢? 就是將醬由液體狀態 通常為了令醬混和得更加好 我們要加少許水 這次我加了少許南乳汁 炒到它由液體狀 變成半固體狀 炒到它便變成乳泥 讓它一丟一丟 這樣呢 同時有唇部嗅到很香的醬香味 這就是我炆菜的秘訣 而這個秘訣 只要炒醬炒得好 就算用煮水白煮 那些炆菜也是非常非常惹美的 OK? 行不行? 没什么特别 你要记住 一下去的时候 我们先炆 炆东西的时候 先炆了肉香出来 就是炆这个芋头 因为这个芋头很快熟 虽然它快熟 但也要炆10分钟 中间大家看到 我是没有加过水的 除了我加了芋头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计算时间 5分钟就5分钟加多少水 10分钟就10分钟加多少水 通常我们炆东西的时候 就是刚刚好 就是 标准就是水刚刚好 就看到的面 接近的面 那些水就刚刚好 我今天这个菜 我现在炒得比较干 但是如果想浸一点的话 先头我都跟大家说 可以一插一个锅盖 快手快脚加上蒜苗 然后立即可以起锅 就不用再炒了 可以吗? 记住 另外 不好意思 我下漏了酒 后期才下 记住 是一早下的 炆东西是一早调味的 如果不是那些东西就不够入味的 好吗? 就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 这些是中秋节才可以吃的 虽然不是芝蜜菜 但是中秋节才可以吃 就是八月才可以吃 农历八月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很好送饭 拜拜